答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从这个焦点到 这个A焦点到这个 这个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标注的方式 然后对齐式 从这个焦点,特别是焦点 到哪里呢?到这个焦点 这边有个焦点 如果说它不是出现那个焦点的形状,你就不要点 这边的话就会有个答案 943175 943175,没错 没错的话可以把它删掉 不然到时候影响 再来的话焦点C到四分点D 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焦点 在这边 也要就是标注里面对齐式,从这个焦点 这个到哪里呢?到D D的话四分点在这里,四分点 那我们可以强迫让它出来 强迫四分点这个点 点下去的话 655059 角度的话 所以它这个角度,那你会想说角度怎么求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边我们可以画辅助线 如果说我们 要想知道这个角度的话,可以这样子 在这边画 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这个地方可以在这里画一条到四分点 直接在四分点点一下 那角度部分的话呢 那角度部分的话呢 从 这边还要再画一个零度 零度到哪里呢?零度就是这个横线 对不对 所以你就画一个横线 也就是从这一条零度线到这里是几度 所以你们可以标注 这边有个角度嘛 对不对 从这一条零度 一直标到这一条线 总共就是这个 11 11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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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没错 就是说我们要画辅助线 辅助线 第一个是要画一个零度 再画一个接在一起的线 那这两条线 再来的话呢 斜线面积 斜线面积你可以用GD 那同学有想说 老师那 那个斜线怎么做的 特别注意就是说你 输入HEnter 这个HEnter 这个HEnter就是剖面线 那斜线的话你在这边样本 有没有 就可以找到很多啦 你看你要哪一种斜线 你如果要找到一模一样 就在底下这边嘛 一模一样的话 你找一下 这边很多个 那斜线的部分 假设我找其中一个 要一模一样可能要找一下 有的时候就 任意找一个 按确定 然后呢 那再直接点 点悬点这边点一下 我要的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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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Enter 确定就可以 不一样 太多样式了 你们可以自己再挑挑看 就HEnter 直接在这个里面去找 这边蛮多的 那只是填一个颜色 所以不是那么重要 它主要是只是填一个 填一个面积上去 好了以后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面积上面的东西 通通把他怎么样的 把他选取起来 那我比较建议你们是用那个 GD的指令 GDEnter GDEnter 那再来的话直接点 点点点点 按Enter 然后确定 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填一个颜色上去 点它之后的话呢 你再去找到所谓的性质 性质 性质里面呢 我们要面积嘛 所以性质里面呢 你就看一下 他这边帮你计算出来面积 面积的话就这一个 6025398 所以答案是B 没错 那再来的话呢 要算1的夹角 胡 1夹角 胡1 在这边 所以1的话 其实你算任何一个其实都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复制出来的 那我们算这一个 那我们怎么算夹角呢 标注里面有个角度 那直接选第3个 这边就有个夹角 1128854 1128854 答案是B没错 那最后的话 最外围的面 最外围的周长 那我前面有教过嘛 先把它框起来 之后的话 用矩形框起来之后 BOEnter 然后点选点 在里面再点一下 它自动会帮我把 外围的周长 把它框起来 那这时候会是一个聚合的状态 有没有 点它一下 再到 性质里面看一下 长度 50617 62 17 答案是A 没错 如果说你求出来 都完全正确的话 那表示说呢 你这个地方 就是 完全正确 就是你 这个部分的这一题就 等于没有问题 等于没有问题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 以下 试试看 傻买 雷 1